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估值 今天大盘果然大涨了 我在前天当大盘回到了78日线的时候 送给你的抢签密集 不仅仅是在所有有来拿到的朋友 昨天都有股票可以往上赚之外 今天抢签密集里面的股票 又有多档的股票在往上表态喷出 甚至于亮灯涨停板 各位你前天来拿 你昨天都可以买 你昨天不仅仅是可以赚 你今天还有涨停板可以赚 大盘就是这样子 各位如果你觉得是空头 拉回你不敢买 但你如果知道 然后你看我们的节目也够久 你就会知道说鬼股指 你说这就没跌破 不管是标普费办 纳指跟道琼 所有的头部完全没有形成 怎么可能会往下走 结果今天的台北股票市场 直接上涨了442点 都赚到了吧 各位就这么简单 即在做股票 你要研判的内容当然是非常的多 每一天每一个事情要考量的因果 包括它连带的全带关系都是非常的重 但你可以拉回从技术面来出发 当技术面没有任何衰败的情形之前 你就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那么当你不预设任何的立场 当你不再担忧会跌破的时候 在我们的眼中不就是便宜吗 拉回到了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眼中叫做便宜 便宜要干嘛 买股票 昨天联准会有一个重要的谈话内容 我之前就说了 未来还会有利多 包括了联准会准备要降息 跟美国要选总统 所以拉回根本就不用怕 里面的委员 他决定维持利率 停留在5.25到5.5的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7月份本来就不会变 重要的是9月份 那鲍尔说的才重要 他说了通膨如预期的下降 然后经济成长维持在合理的强度 没有太强 所以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通膨根本不用怕 在劳动市场 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状况 9月份可能会考虑降息 基本上包括了像是NIC 联准会的传声筒 他都说了 一旦联准会要开始降息之后 未来会维持每一季 至少都降息一次 也就是一年之内 他大概会降一个百分点 降息4 这是最基本的 那9月份就包我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应该他就是要降息了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市场的资金不是又变多了 那股票市场你根本就不用担忧 因为股票市场你说基本面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但是你如何来回答 为什么有的时候基本面好 它会涨 有的时候基本面不好 它也会涨 那有的时候基本面好 它反而是下跌的 差别在哪里 跟基本面就没关系了 是吧 它是不是跟子弹 跟资金多不多会有关联 如果资金就已经大家都买满了 那么就没有新的一波的力量 把股票市场向上去推高 但是如果资金又放出来呢 那么就会有新的子弹 把股票市场推得更高 对吧 那联主会从这个地方来看 9月份基本上 近乎要百分之百会降息了 并且他也说了 未来跟通膨的风险 根本就不用去管他了 所以未来的CPI PPI 已经不再重要了 已经不再重要了 那如果联主会要放简的话 未来的股票市场 势必会再走高 够简单吧 好 那所以在昨天当大盘 整个市场在担忧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的非半是大跌 然后灰达也大跌 很多人都以为在晶片的部分 已经开始走空了 但我说的是 灰达之所以大跌 是因为苹果它弃灰达 但苹果它并不是不认同灰达 是因为苹果它需要的是AI TPU的晶片 因为TPU是所谓的加速器 处理器的晶片 所以在这个灰达 它做的是GPU 但是苹果需要的是TPU 所以它本来就只会怎样 跟Google来配合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不觉得 苹果完全用不到GPU 然后当Intel超为 但是打到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可以抢便宜 你如何来 研判未来 成长性 如果说这档个股的本质不变 变便宜了 一千块变成了七八百块 那就是赚价差的机会点 如果说这档个股 未来的成长性不见了 一千块变成七八百块 不能买 因为它未来搞不好会走衰退的路 它七八百会变成四五百 对吧 但这些晶片相关的个股 它走衰退的路了吗 根本就没有 我在昨天就赶快跟你讲 超为会救美股 它的数据的部分非常漂亮 不管是第二季 年增一百一十五个百分点 就连预期 未来第三季的部分 它可以在年增十六个百分点 比市场预期的 要再好一个百分点 比市场估要来的更好 结果呢 别人以为会破底 只有我跟你讲可以减便宜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安某 昨天直接大涨8.4个百分点 高通涨了8.39个百分点 回答直接涨12.8个百分点 你跟我讲这个是会破底 或者是该抢便宜 看对跟看错 结果就差很多 博通也涨了将近要12个百分点 超微开高 走低稍微比较没那么漂亮 但是也涨了4.3个百分点 美光也涨了7个百分点 各位 你觉得如果未来是空投的话 那么这一波可能就会没赚到钱 但是我们这里的 包括我鬼谷门的家族成员 我们都认定现在就是多投 多投的拉回应该是找机会 那既然是找机会 我们就可以利用好的方式 进场来买股票 当然就可以减便宜 减便宜最棒的状况是什么 第一个不见得要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们可以买在相对低点 而这场个股的本质不变 本质不变 未来的成长性都还在 是不是代表着 它拉回之后 基本上的仿台应该都要过前高 对吧 既然是多投 它本来就是一高还有一高高 那既由拉回来买 是不是超级漂亮 那就会赚钱了 而且除此之外 各位晶片股 在高通的部分 它第三季的财测 大概有93.9亿的美元 会高于市场预期的92.3 比市场估的要来得更好 那你说费半 它还会不会再往上涨 我觉得当然就会 美股盈余的部分来到了2.33美元 也比市场预期的2.25要来得更好 所以未来的成长性都还是非常的漂亮 那在估它的第四季的部分 营收会在95到103亿的美元 那市场估是97.1亿的 也比市场估的要来得好一点点 美股盈余的高标在2.58的美元 也比市场估的2.45的美元要来得更漂亮 并且除了高通今天晚上会接棒 未来今晚还有亚马逊 苹果Intel 跟时刻的部分都会一个一个出来 所以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好的新闻 在这里就是买股票 7月18 当大盘要开始回 还在相对高档 来帮我拉近一点 7月18在这里 我就直接跟你讲 这里回到了78日线 叫做超级买点 在这里 78日线 来这边帮我拉近一点 78日线 在这个地方 从7月18跟你讲78日线 一直到7月31号 来果然回到了78日线 对吧 7月30号回到了78日线 7月31号再度的震荡 它也守在78日线之上 那你从7月18就知道 回到这里是超级买点 你就买嘛 那不是就赚钱了 今天的大盘立刻就翘起来了 对不对 各位 就这样子啊 做股票不就是这个样子 一切一切大盘的命运 我都已经算好了 7月18就跟你讲 会到哪里 到了那边我再怎么样 我再跟你讲 你要开始看这三单股票 第一档叫做护国深山 达到了低点 各位从1000多块 回到了这里 叫做减便宜的时候 三一还稍微整理 今天是不是就跳空向上了 不就赚钱了 红海 利用拉回来买股票嘛 昨天就已经先起来了 今天再往上创高 你的价差不就拉开了 同样的逻辑 联发科现在变便宜了 你要不要买它 联发科在手机跟智慧装置 还有电源管理晶片的 这三大产品里面 这个这一季的净利 将260亿的台币 年增62个百分点 那联发科说 当然它的这个寄证的部分 是没那么好看 但是年增还是有62个百分点 那第二季本来就是 它的传统的淡季 但下半年会更好 那客户对于天机的90004 反应是相当的正面 这个晶片我认为 未来一定会大卖 一定会大卖 所以它有信心 今年的旗舰产品 成长会超过50个百分点 那现在拉回了 这边你应该是用 乐观的角度过来看 并且除了重要的商丹股票 台积电 鸿海跟联发科 跟你做分享之外 相信大家都有掌握住 我在7月30号 再给你什么 抢钱密集 抢抢抢 抢钱密集 7月30号 我跟你讲说 在这样的时间点 你要找什么 本质不变 成长性一样是好的 然后它的股价 被错杀的股票 如果它本质不好 那它杀对 但是如果它的本质很棒 未来的成长性很好 那它就杀错了 杀错了 不就是便宜吗 然后再找相对强的股票 所以我昨天已经开牌了 把创意 广达 金香店 均豪跟红树的部分 掀开给你看 那这三档的个股 各位你还没有加入Lite 8的 可以赶快去加 小老鼠GO888 那这三档的个股 均豪 已经涨起来了 创意 前天给的 7月30号给 7月31号长红棒 广达 30号给的 31号长红棒 金香店长红棒 红树也长红棒 均豪 创意广达 金香店 红树 全部都是长红棒 然后你再看 今天的广达的部分 广达又开始 越涨越多了 对不对 广达又开始 越涨越多了 所以我今天会再开牌 先讲一下 金香店今天也很漂亮 金香店 这个 终端应用AI 高阶伺服器 这个你自己去看 今天我再开牌 各位你在对的时间 有拿到对的资料 对的股票 有多么幸福就好 昨天我开牌的这几档股票 我今天再开牌给你看 来 这档个股 谁 2301的光宝科 7月3日之后给了你 华硕 星云 英业达 各位 这四档的个股 我今天再开四档的个股 来给你看 你去看 光宝科 7月30号在这里 杀得这么重 可是它的未来的本质是对的 它是水冷系统里面 台湾第一家获得 辉达原厂认证的公司 第二季的财报332亿 税后的存益31.15亿元 计增30个百分点 每股存益1.36元 这么漂亮 结果呢 在当时的时候 它达到这个地方 来 它达到这个地方 今天直接亮灯 涨停板 你有来把资料给拿到手的 你昨天都还可以滴滴的买 今天扎扎实实的涨停板 谁会在股票破跌的时候 跟你讲 就是我 因为我知道这些股票的本质是对的 它的未来的成长性都还是很够 它的竞争力也够强 大户筹码也在 凭什么它杀下来 你不买 变便宜了 这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可以赚钱的时候 那除了光宝科之外 有来拿到资料的 全部都赚到钱 我们来看这里 跟英叶达 他也是杀下来之后 今天直接跳空向上 所以其实做股票 还有 来看一下 华硕的部分 他也涨了起来 也涨了起来 跟这个星云 星云他今天也是慢慢的 翘了一个头 所以有来拿到资料的好朋友们 7月30号你来拿到 7月31号你都可以买 今天全部都赚到 够舒服吧 所以其实你来到我这边 不管是大盘的规划 未来整个行情的规划 你在操作战略上面的规划 我都帮你做好了 你就是听话跟照做就好 阳光明媚的这个专案 你听我多少 我就听你多少 并且我今天还会再全面吸收 你可能在别的地方 你觉得跟那个分析师 跟的不是那么样顺利的 他并不是那么适合你的 都没关系 你来我这里 我全面帮你吸收 你听我三个月 我就听你三个月 你想要加入六个月 我直接给你十二个月 并且我在帮你吸收 可能在外面的部分 你觉得比较不适合 你的会席的部分 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 时间的电话吧 导播进广告 做股票最重要的 就是在对的时间 做到了对的事情 当大盘在相对高档 知道要减码 当大盘来到了78日线 各位外面在看的均线 跟我们这里看的均线 不一样对吧 那你说谁比较准 我看的是78日线 而当78日线来了之后 我给你的叫做 抢钱密集 7月31号给了你 这里面所有的股票 你自己去看 我开牌的 有没有一档 接着一档 往上狂飙 并且都是打到了相对低档 我给你的是错杀的股票 或者是相对强 有本质的股票 你自己去看 有来拿到资料的 在对的时间 我帮你做对的事情 你就能够赚到钱 未来的规划 我都帮你想好了 你就是听话 跟照做就好了 所以还没有加入 我LINE 8的 各位 真的动作要加快 小老鼠GO888 并不是你现在看到了 才想说你要去赚 因为maybe有点太慢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 我的LINE 8的里面 我给你的计划 我给你的战略 我给你的好股票 你都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进场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够操作比较顺利 那当然我的家族成员 会动作更快 我一定是家族成员先买 买完之后 我才会做成资料 然后再跟你说 所以你要先做好准备 航海的各位之前跟你说的 以哈的冲突的部分 今天依然时间不够 包括了被哈马斯的 在伊朗的首都 得黑狼遇刺身亡 只是这个部分 势必会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航运的运费就会暴涨 7月30号 利用回党再跟你说 7月30号的长龙 扬明跟万海 都在低档吧 结果7月31号 慢慢的撬头 这三档股票 全部都开始撬头 今天进入了8月份 8月1号的长龙扬明万海 全部都有创新高 这三档股票低档买 全部都创新高 我的家族成员 就立刻可以赚钱 各位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去买衰退的股票 你不要去买本质不对的股票 你不要去买大户在绕跑的股票 我之前在高档 一直请你来持股见证 我帮你换股 换到对的股票上面 请你等等 7月30号的时候开始买 你在高档把股票给卖掉 低档7月30号 开始跟着我来买股票 你不是就赚钱了 最近做股票真的不用怕 我说过了 股票市场是给有频率 正面有能量的人 因为尼古拉特斯拉说过 你跟神之间的连结 叫做震荡跟频率 以及你的能量 那我们要散发出正面的能量 在股票市场里面 找的是什么 赚钱的机会 该避开就避开 该赚钱就赚钱 该进场就进场 那你有我在你的身边 你就不用怕 你就听我给你的动作就好 那之前跟大家讲的神 这个神盾的部分 我说他7月30号打成这样有对吗 结果今天的神盾呢 有没有 只有红黑棒就起来了 时间不够我再继续讲下去 像是智胜的部分 来 智胜现在也是慢慢的 准备要涨起来了 来 跟这个玉邦的部分 玉邦今天也是小创新高 时间不够我就继续讲下去 核大 我说机器人相关的 他跟谁 之前带你做的一档股票 叫做蒙利 索罗门 罗生之后 我带你做的叫做蒙利 他跟谁配合 跟核大配合 7月30号我已经带家族成员先买了 31号网上狂飙 今天再一根长红棒 低档买 现在不就赚钱 大盘不好 没关系 我们避开 但是该买的时候 它变便宜了 买了就可以赚钱 蒙利进入了收敛三角星 今天也是一个出手点 景硕也说打下来没道理 欣欣也说打下来没道理 结果31号继续给你追踪 今天就翘头了 今天就翘头了 包括像是景硕 今天也状况还不错 星云30号跟你分享 31号慢慢的起来 今天已经越过了下降轨道 都已经慢慢慢慢的在向上 都已经慢慢慢慢的在向上 这是我给你的个股 我说过载版绝对不会迟到这里 载版要用的东西非常的多 甚至于它到了下半年的 订单会来得更大 包括像是星星 现在都不断的在 拉大它的设备资本支出 你说拉大资本支出的原因在哪里 厂能要全开 厂能不够了 那既然厂能不够 如果它要去拉大它的资本支出 一定是有订单在背后支持它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3037反而被打了下来变便宜了 但是未来展望 我的看法不变 赶快抢 不就是抢便宜的时候吗 各位需要帮忙的 真的别客气 阳光明媚的这个专案 你听我多少 我就听你多少 并且我在帮你全面吸收 没有效的会期 就这样子 能够帮你的 我一定尽可能的帮你 我们拉高自己的频率 跟自己的正面能量 跟神配合 未来一定会更好 一起加油 好 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吧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从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